宜蘭縣長林茲廟今天到議會質詢 沒有想到又鬧出了大笑話 先是議員詢問說 到底是要把錢拿來提供 免費的營養午餐 還是把這筆錢 留給學校加強設施建設 沒想到林茲廟這個時候就脫口而出 說王永慶國小畢業 他的事業也做很大 答非所謂讓議員當場驚呆 那麼後來就針對了 宜蘭的藍清廷清創基地 這個藍清廷的藍是宜蘭的藍 是宜蘭科學園區 赤資400萬元整合勞工處 還有工商旅遊局清創中心 沒有想到呢 問他有沒有聽過這裡 這個林茲廟就語出驚人的說 他只聽過竹清廷 讓現場的議員們當場傻眼 我不聽過竹清廷 議會質詢怎麼扯到竹清廷 24日宜蘭縣長林茲廟到議會備詢 沒想到卻多次雞同鴨獎脫稿演出 你知道我們藍清廷 你知道藍清廷你有沒有聽過嗎 竹清廷 藍清廷 藍清廷 你有沒有聽過嗎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我有聽過竹清廷 竹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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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竹清廷讓議員傻眼貓咪 不過讓議員無奈的可不只這樣 我跟你說 王英勤他要投到國小畢業 但是他把事業做得這麼好啊 很讚啊 你切頭沒切也要用功啊 有啊 我有用功啊 議員提出免費營養午餐經費 是否應該拿來加強學校設施 林子廷脫孔說出 王河慶國小畢業事業還是做很好 讓議員驚呆了 直接請林縣長回家多念點書 議員的執行 那我們都予以尊重 我們就是怕病人 剛剛他們講的 我們都予以回應啊 不過事後林子廷也出面全清 表示自己回答的竹清廷 並不是卡通竹清廷 而是宜蘭竹清廷家庭服務中心 現在質詢議員直呼對牛彈琴 現場則是強調 不是答非所問 而是溝通有落差 在李柯彥 宜蘭報導